這段時間 我也請假去選舉 接受國民黨的徵招扛起的責任 難免在市政的工作上 同仁已經非常努力 仍然有些不桌錢 沒有辦法讓市民滿意的 我要在這裡給新北市的市民說一聲抱歉 未來我一定會加倍或迴 蘇主席在這一次裡面奉獻非常多 至於總統大選沒有進入人意 沒有完成政黨委屈 這完全是我個人 在整個選舉過程當中 我們打拚不夠的地方 所以我是要負起所有的責任 那朱主席在這些選舉 他也扮演非常好的角色 才能讓我們國會成為最大黨 我要在這裡再度的謝謝朱主席 其實朱主席在最艱困的時刻 扛起了責任 第五管顧更重要 很多的融入他個人都吞了 我看在眼裡 我知道他的辛苦 也知道他承擔責任的勇氣 我非常的敬佩他 所以我希望朱主席 繼續帶領國民黨不斷的改革 不斷的進步 讓國民黨能夠斑然於心 贏得民眾未來的期待 三一線能夠在疫情期間 或是在通後膨脹的過程當中 依然往前推進 歸功於我們同仁的努力 以及我們施工團隊 潛力的拼勞 那我們看到三一線 逐步逐步在完成過程當中 我們這段時間 我四年大概完成三條線 我希望這一條線 也能夠在我任內把它做完成 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期待 市長怎麼看這一次敗選 黨內質疑黃珊珊不斷釋出假名一條 應該要負最大的責任 也有人質疑說 朱立倫應該要為敗選負責 其實選舉的時候是一個過程 選完啦 過去了紛紛擾擾 就放下吧 大家不要再去批評 去指責任何人 這就是一個過程而已 那過程完以後 我們共同面對的是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未來 大家都要不分東派 大家要團結一起 然後好好的去解決 現在所面臨的困境 這才是我們所樂見的 尤其 尤其朱主席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以及立委的選舉過程當中 他盡了非常非常大的力量 他幾乎把所有我們各黨的 所有的獲選人 以及各縣市的首長 包括我們的區域跟部門區的立委 把他們活到頂嘛 把他們到頂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這一次的區域的立委 算得不錯啊 到53席啊 大幅成長 成為國會最大的 這就是我們大家團結一致的結果嘛 所以朱主席在這一次裡面 奉獻非常多 至於總統大選 沒有進入人意 沒有完成政黨輪替 這完全是我個人 在整個選舉過程當中 我們打拼不夠的地方嘛 雖然打拼不夠 沒有辦法完成聖賢政黨輪替嘛 所以我是要負起所有的責任嘛 那朱主席在這些選舉 他也扮演非常好的角色 才能讓我們國會成為最大黨 我要在這裡再度的謝謝朱主席 但是政黨票只有成長4萬票 朱主席不用負起政治責任嗎 其實朱主席在最艱困的時刻 扛起了責任 一無反顧更重要 很多的融入 他個人都吞了 我看在眼裡 我知道他的辛苦 也知道他承擔責任的勇氣 我非常的敬佩他 所以我希望朱主席繼續帶領國民黨 不斷的改革 不斷的進步 讓國民黨能夠翻燃於心 贏得民眾未來的期待 新北市民有些部分的發起說要罷免你 那你這邊要怎麼來陰影 其實我這一輩子其實很單純 大家要想要好好照 我這一輩子 不管在哪一個職位 我都會錢以赴 最重要 我會守護中華民國 愛台灣人民這個土地的人 不管我在新北市 未來在哪一個位子 甚至沒有任何職位 我都用這樣的態度 始終如一 非常的堅定 當然這段時間 會請假去選舉 接受國民黨的徵招 扛起的責任 難免在市政的工作上 同仁已經非常努力 仍然有些不桌錢 沒有辦法讓市民滿意的 我要在這裡給新北市的市民說一聲抱歉 未來 未來 我一定會加倍或我們協力以赴 讓新北市的建設永不停歇 能夠在北台灣 成為最重要的一個帶動 我們國際發展的一個大城市 地方扶選的幹部有分析說 敗選有三個原因 除了藍白盒破局 還有文宣不夠 以及凱選院好像有傷到民調4% 您怎麼看 12敗選的原因 就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侯友宜的原因 這是侯友宜努力不夠 那就是我做得不夠好 所以這項目是我敗選是我的職業 其他人都已經很盡全力在幫我的忙 我非常的感動 尤其我敬賢的團隊 年輕的朋友真的很幫我 金普聰 執行長 有夠把我倒三天 一無反顧 完全是全心有投入 那更重要的 不要說趙少康 其他的都一樣 都來幫我 四五個縣市也幫我 立委也幫我 所以這場選舉 唯有最大的責任 要負擬責任 就是侯友宜 一然 其他人我都要謝謝 他們真的幫我非常多的忙 讓國民黨維持國會的 立委的席事 可以做為最大黨 大幅成長 希望民眾黨一定要跟國民黨合作嗎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當國會選舉出來的時候 都可以反應說 大概有六成民意 對現在的主政黨是不滿的 所以 國會 我們大家要共同去監督 民進黨在執政的過程當中 希望能夠 是一個青年有效力 贏得人民信任的政黨 贏得信任的政府 所以 我們在野黨 有在野黨的責任 在野黨 好好的面對國會的監督 讓我們國家能夠進步 這才是我們所應該要辦理的角色 有人提到說 趙少康找他當大黨 就是 讓那個年輕跟中間選民 沒有辦法聚集他們的力量 你怎麼看 這個事是我的事啊 因為我非常謝謝趙少康 在 我們 等到最後一刻那個時候 期待藍白河 最重要能夠藍白河 等到最後一刻 也是我說過的話 我一向說話算話 絕對講求誠心 在藍白河最後一刻的時候 他說過了 只要能夠藍白河 他都願意放棄 他也知道只有藍白河 才是一個聖賢很重要的關鍵因素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到那時候就是等到最後一刻 趙少康還跟我講 要打電話給柯文哲確認 那都是以前過去的事情 所以趙少康在這種情勢 是義無反顧的 支持我 也支持國民黨 讓我們扛起這場選戰 我非常的感恩 非常謝謝他 在這樣一個狀況底下 願意跟我並肩作戰 我是很感謝的 所以 我們大家一起 未來還是要攜手合作 改造國民黨 改變國民黨 能夠在未來 國民黨 能夠贏得更多人民的信賴跟支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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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